我的这么大件 它已经关闭了 它的布料是厚厚的 买的东西终于寄到了 所以也必须先进行消毒 这家牌子的衣服买了好多 这家之前在KLCC有一间 那现在没有了 剩下在Sepang的Outlet有一间 实体店 然后呢 这一个呢 是日本代购回来的产品 这代是最贵的 好了 现在开箱 这代是全部里面最贵的 你看 日本 Osaka Adidas 所以它就是贵在这边 还有这个小扣的 哇 好开心哦 看到这个衣服 虽然是T-shirt 为什么今年会买T-shirt比较多呢 因为我怕2022年又在lockdown 所以lockdown的话T-shirt是必须要的 因为每一天都待在家里 唯有能穿的就是舒服的布料 Cotton布 T-shirt就比较好哦 所以今年呢 这衣服全都是T-shirt 唯一组 因为T-shirt呢 以防万一 要出街 购物 穿T-shirt也可以 然后这家店呢 这个 Beryl这一家店呢 还没lock到 之前 我在KLCC 买过他家店的衣服的品质很好 然后款式也很漂亮 所以呢 由于KLCC的那一家店 我去看了它已经关闭了 不懂是关掉倒闭还是怎么啦 总之就是疫情的关系吧 然后呢 变成他只是在网上有的购买 因为他发那个优惠信息过来 所以我就上网购买他的衣服 出口气 买了十几二十件的衣服 等下呢 再给大家试穿看这一些衣服 可以猜猜看啊 这个是外套 运动外套 运动外套 是不是好漂亮哦 还有他们的小裙子 你看 裙料很好的 之前在实体店的时候买 价钱还稍微比较高 现在在网上购买呢 他有优惠 他有在Lazada卖 所以他发来 给会员的信息是在Lazada 所以我上Lazada购买的 价钱与实体店相比的话 是便宜一半耶 所以这个口气买了十几二十件 这个是套装 还有 好多好多 不是特地要为这家店打广告哦 只是因为觉得这家店的衣服 款式还有质量也不错 然后最重要就是在网上购买呢 它的价钱也是非常入会的 所以才开箱 和大家分享我的战利品 这是上班的 这个也是一款延伸裙 青春穿上 红红的 这一次购买的战利品呢 主要都是下半身为主 就是裤子或者是裙子 为什么呢 要配搭我在日本带购回来的那个T恤 就是Lazada这件T恤 简单的一件T恤 舒服 棉布 继续继续 然后呢 这款运动裤 我买了三个颜色 因为非常运辉 哇 这个质量的运动裤好漂亮哦 它的布料是厚厚的 怪不得我上网看的时候 那一个评价是很高的 其实呢 我是不大喜欢上网购买的 因为我觉得没有的感觉到那一个 布料啊还是 适合不合身 够了 回来的那个品质都会 有一点点落差和失望的 所以呢 因为这一次因为之前在私底店 真的是买过 所以才会 如此的尝试 真的是 没有令我失望啊 原来这家店 它的厂家应该是中国吧 因为它的 这些价钱表上标价都是人民币 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厂 因为其实我不喜欢那一种布料 不是那么舒服 或者是不是那么柔软啊 不是低碳水啊 因为我本身会比较容易入汗 所以如果是穿到那一种 我都不会讲那种是什么布料啊 总之就是感觉上会不舒服 而这种是不一样的 然后里面全部都有双层保护 比如这件是白色的 白色很多时候买的时候都会担心 它比较透视 然后这一个呢 它是光虫的布料 所以呢 它并不会有那个透明的感觉 所以就不会怕穿上去的时候 看到内在里 全部等下 一一再给大家 按上来看 哦 这个布料就不大喜欢哦 我讲的就是这种 其实我不大喜欢这种布料 你们听到声音吗 这种不稀罕的 哦 原来这款是这个 这种哦 我觉得穿上去会很热 这个布 有一件竟然是这个布料 如果是实体面 我觉得不会买这一种 你们懂这种布料叫什么吗 衬衫 然后这种柔软的哦 它没有的 不一样的 它是有一点点弹性 所以非常舒服哦 大家试看穿上去是真的那么舒服哦 哎哟 这支 有时候 开会那些可以穿 它是一件柜子 很漂亮哦 布料也很好的 这个 这个好喜欢呢 这是我每天上罕购物 用了一个小套 小套 12件的衣服 前所未有 我没有试过这样子的地方 来配合的 好呀 现在我要给你们看 我在日本购物的 那一个T恤 好喜欢这个 这是S 啊 我的这么大件 等下试看 没关系 还有这个 这个也是 这么大件的什么 我在开我的小碰 这个放化妆品很好 上街买菜可以放银银 然后夹一夹 出门 红色美 还是粉红色美呢 你们觉得 嗯 两款都很美 哎呀 应该要多好几个 好啦 等下 再展示给你们看 这些东西 变变变变在身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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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赞 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